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 美国指称德克兰协助刺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的阴谋 纯属无稽之谈 哈梅内伊指责美国对少数在美国的伊朗人的指控毫无根据 并以此来到孤立伊朗 哈梅内伊是在星期六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亚省演讲时讲这番话 伊朗国营电视台播送了哈梅内伊的讲话 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宣布 他们挫败了一宗据称伊朗刺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朱贝尔的阴谋 有关官员说 美国起诉了两名参与这次阴谋的伊朗人 其中一名伊朗人是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的成员 哈梅内伊星期六的讲话 是伊朗最高领导人首次对这个事件做出的直接回应 伊朗其他官员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 就已经否认了美国对伊朗的指控 伊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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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朗